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几秒时间你 认识图片的内容 刚才的画面 有几多只动物呢? 答案是三只 你的答案对不对呢? 答不对 不代表你已有认知障碍症 但是 我们一样要对这个病提高警惕 认知障碍症可以简单分为几类 包括 压肢海蜜症或血管性认知障碍症等 在日常生活中 一些细微的症状 例如记性变差 异发脾气等 这些都可能是认知障碍症的重要警号 早一步指导 可以及早透过药物 去舒缓病人的症状 或可以延缓病情 自动视网膜图像分析方法 用于认知障碍症的健康风险评估 整个检测过程 由拍摄至取得报告只需要约15分钟 计算脑内 是不是有年龄相关性白质病变 脑白质病变 是反映脑小血管疾病的重要指标之一 虽然病情不可以逆转 亦及早采取预防措施 可延缓退化 健康生活方式 例如吃得健康些 奉行低糖、低盐 高蛋白质、高维生素的饮食 得空做多些动脑筋的活动 及有益身心的运动 当医疗科技日益进步 我们的寿命得以延长 我们也需要为长期照顾家中长者的护理费用而筹谋 及早安排 根据2017年医院管理局的资料 本港65岁以上人士 幻想认知障碍症 占同零种人口的比率 估计为5-8% 而80岁以上人士的患病比率 则估计为20-30% 汇丰保险最近亦做过一项调查 在2018年 香港社会的长者护理服务总成本 高达388亿港元 而预计去到2040年 会高达1260亿港元 另外 在2018年 香港有45,000名在职成年人 为家庭成员提供长者护理服务 20年后 预计数字会高达89,000人 当身边有亲人 不幸患上认知障碍症 作为家人 无论生活或经济上 都会有一定负担 照顾认知障碍症患者 一点都不容易 家人需要好好准备自己 看多些有关资料 学习怎样去照顾患者 与他沟通 想了解怎样有效感 保障你的家人 减少家人财政负担 欢迎亲临汇丰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